移民好头条 你给我一分钟 我给你最新的移民资讯 我是你的报导员 罗立刚 Angelo 其实在网上最近广泛流传 一个叫加拿大移民部官方公布 各类签证和移民的审理时间表 我们翻查加拿大移民部官网 在最新消息这一栏里 我们都看不到有这个公布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 加拿大移民部不会整合所有审理时间 作出一个整体的公布 原因是申请不同的签证 如果你在不同的居住地方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提出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接受审理的话 所有的申请时间都有所不同 例如 比利时提出加拿大旅游签证的申请 申请时间要34天 如果你在香港提出加拿大旅游签证的申请 申请时间是52天 和这个所谓官网的公布 已经有一定的出入了 我们翻查记录 最近一次加拿大移民部公开评论 有关评审时间 就是移民部长Mr. Son Fraser 希望六个月之内完成Express Entry的审理 所以提醒大家 有东西一定要看官网 我会将评审时间 官网的链放在资讯栏 大家真的想知道 好 点进去看看就知道 记住 凡事顺官网 以上资讯以加拿大政府公布为准 祝大家申请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